怎样解读今次的事件 一会儿我们才谈计投资部署 你觉得今次的风波 你觉得未来是会向哪个方向走呢? 其实这些名单也不是第一次见到的 刚才你也说过了 已经是第六批了 所以我觉得相关的消息 又不是真的影响到港股或中概股的走上 你说是否真的会随态 我觉得机会率是非常小的 始终是一些中美角力的部署 所以我认为相对的消息 其实都会很快被消化 因为这些风吹过来 其实都不是太大的 刚才你也提到 其实有什么策略 可以对付这些中概股的一个除牌的风险 大家也可以留意着 很多中概股都是香港已经在第二上市 京东、B站、网易这些股票 其实已经是阿里巴巴 其实如果大家真的很害怕被除牌 那这些股票有机会是大家的手上市 因为如果除牌的话 在香港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保障 对他们来说 香港第二上市其实是一个策略上的部署 很早之前 所以这些股票可以在一些投资者里面 在手上市 其实昨天看到 例如拼多多这类股票 跌得比较多一点 昨天拼多多跌超过10% 主要是我刚才说的原因 它不是两地上市 所以它之前也说是香港上市 但这么久没有任何部署 所以说其实昨天记得比较多的一些股票 全部都是一些中概股 而未是两地上市的一些股票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着投资的话 大家很害怕这个风险的话 反而可以考虑一下 即是京东、阿里巴巴这一辆的股票 网易这些股票 因为始终他们的除牌 就算除牌有在 但都是香港的股市可以顶得住的 但都是那句 一些科技股 大家要小心一点 现在这些科技股 其实虽然之前来说 它的回调都不少了 例如B站这些 美股差不多有850元回退 我记得是23元左右而已 所以回调的幅度是非常之大 你说会不会有机会再跌 其实这些机会仍然存在 因为始终刚才也说过 他们的股价是之前比较高一点 去到曾经上过1000元的B站 所以我相信 他们还有机会 如果美股 纳斯坦的指数有什么大的波动 其实对他们的影响也比较大一点 之后进入加息的周期也说过 5、6、7月有机会再度加50个点字 所以对一些纳斯坦的指数 其实他们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大家都知道科技股 本港的科技股 也跟随美国的纳斯坦的走势 就算你看到最近来说 导指星纳斯坦的跌 但是港股来说一样跌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大家都看着纳斯坦的指数 香港其实现在恒生指数 大部分都是一些电商股 科技股这一类的股票 腾讯、阿里巴巴、京东这一类的股票 所以很多时候 港股都是跟着纳斯达克的走势 即指数的走势 所以我相信之后港股 如果在5月份看到美股 有进一步的回调 港股有机会继续跟随 所以大家也小心一点